哈啰 各位街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舒服机械的小教室 我是摩羯兽的宋凤仪医师 今天很严肃的要跟各位谈一谈 肢肉性皮肤炎 也就是所谓的肢移性皮肤炎的一些大小事 为什么会发生肢肉性皮肤炎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因为你要想要治疗一个疾病 总要知道它的发生原因 那这一集的题目是 为什么不是绝症的绝症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不知道为什么肢肉性皮肤炎会发生 那在医界来说 植物性皮肤炎发生的原因很多 一般来说我们不知道发生的原因的话 大概就是没有原因或发生的原因很多 植物性皮肤炎属于发生的原因很多的那种 像一般我们知道的跟免疫有关 跟情绪有关 跟体质有关 如果你就看很多的相关资料 很多医师会跟你说是体质有关 可是在我们做肌肉监测 这接近20年的时间 我们发现植物性皮肤炎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那原因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交代 所以植物性皮肤炎的发作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就一般医界来说是很多原因的没有原因 对我们来说其实 我们大概找到植物性皮肤炎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解决它其实也是蛮简单的 植物性皮肤炎 为什么没有办法根治 但是最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它的相关的干扰因子太多 那在如果你翻很多相关的文献资料 你会发现植物性皮肤炎因为实在找不到答案 所以很多人就把它归因到体质 那归因到体质之后接着就是从体质归因到有一个受害者 叫做那个Malassezia Furfer 就是那个皮膚尔包菌或者叫马斯拉菌 那现在有很多的文献告诉你 马斯拉菌其实只是一个共生菌 也就是说真的马斯拉菌会导致子肉性皮肤炎的发作吗 这个部分当然是是的 可是问题是有马斯拉菌不表示会产生子肉性皮肤炎 子肉性皮肤炎之所以无法根治是因为 这个东西它在临床上本来就是一个共生菌 但是在这里跟各位补充一下 对于根治这个部分我们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看法 所谓的根治那你必须当作它是一个永不复发 还是一个临床症状改善 对我们来说只要能够临床症状改善 其实某个意义上就算是痊愈 你就把它当作感冒 从来没有人说我可以根治感冒 可是每一次的感冒上来以后 然后它下次只要你的所有症状消失 我们就认为感冒根治 子后性皮肤炎的根治部分 其实可以用这样的概念去看 对于子后性皮肤炎的人来说 它的体质可能比较容易发作 但是如果你好好的照顾它的一些天然的代谢现象 其实子后性皮肤炎是可以在临床上得到根治的 治疗子后性皮肤炎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也是我们今天整个录影的主轴 治疗子后性皮肤炎本身目前最常见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它的原因不明 然后被灌注到免疫啊 灌注到体质啊 然后也灌注到所谓的那个皮肤炎包菌或者马瑟拉菌 那在这个部分你一想到你就会想到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嘛 所以第一个当然是抗发炎 那抗发炎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洗法精啊 很多的产品啊 那最常用的其实是内固醇 内固醇等一下我们会再谈到 然后至于在那个黴菌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杀菌 那就像我们之前在跟各位讨论的 因为你并不知道马瑟拉菌对于这整个的治疗 它到底治疗完以后就算你把它压回了 变成正常的共生浓度 它下次发作怎么样 所以很多医师会蛮依赖内固醇 在指头性皮肤炎的治疗里面 内固醇算是正规的标准治疗 可是因为内固醇是正规标准治疗 它其实也带来一些后续的问题 大家都觉得内固醇差一阵子没有什么关系 我个人也认为内固醇在皮肤科的使用是正确 但是在内固醇的治疗部分 因为医师在这里治疗 可是病人在家里差 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内固醇产生的相关的问题 我们叫内固醇的反弹或内固醇的进断 那这又使得整个指头性皮肤炎的治疗变得比较困难 所以指头性皮肤炎如果你想要根治它的话 除了面对指头性皮肤炎的发作原因 你必须做正常的重置或反转 你还是要考虑到内固醇所带来的一些进断的反应 那这我们在下一次会跟各位好好的提这一段 谢谢各位 指头性皮肤炎在皮肤科来说是不可治愈的 不管你找到哪一位医师 他都会跟你说不可治愈 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好好的照顾他 他本身其实是可以很容易做到临床痊愈的 我们在门诊的肌肤监测里面在治疗这么多年 我们起始指头性皮肤炎的病人 最后都回归到完全正常的生活 那不要说他的指头性皮肤炎发作几乎危险起来 就是对于他自己来说 他也觉得他的指头性皮肤炎临床痊愈 因此 当你被诊断来指头性皮肤炎的时候 你不用觉得他是一个绝症 那其实并不是真的绝症 只要你掌握了正确的治疗方式 你其实是可以摆脱他的 所以我们才会认为他不是一个绝症 那可是被人家认为绝症 这是一个误会 讲了这么多有关 治疗性皮肤炎的相关资料 我相信各位对治疗治疗性皮肤炎 应该非常有信心 那知道这么多 你一定也希望你的家人知道 对吧 所以我建议你对这个系列做点赞 订阅跟分享 这样做好事一定可以让你新年赚大钱 然后也可以让你的跟你的家人 进入舒服器界的小教室 我是宋凤颖医师 摩羯座的宋凤颖医师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点击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